1986年的台湾 还有建设也是创全国之先例 那就是运动行销 3月9号第一届台北国际马拉松 在总统组前起跑 当时的总干市面书闭幕囊回忆 连日本企业都愿扬参与角 日本他们对马拉松的山 他们都很热心 所以他们就要组传过来 所以日本亚西兰航空也赞助了这个 那到了第二年 1987年的时候 增加了日本的运动行销的经济公司 他也嗅觉到就是说 很多日本人愿意到台湾来参加马拉松 那同时他可以观光旅游 所以说他们也组传 然后也赞助了这个活动 北体教授毕露鸾博士分析 台湾企业还可以更加深 与运动行销的结合 因为透过这种模式带进来的顾客 年逐度会比一般广告吸引进来的要高 广告当然就是说 他透过这个铅盘的方式 让很多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他的商品 但是你透过运动的话 那在这个现场里面 我也看不到他那个赞助商的一些logo 就是一种好像一种 你跟我有同好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喜欢的运动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透过运动而产生的image却会比较清晰 像在台北国际马拉松时代 就已经是赞助企业的统一超商表示 只要找到合适的运动 收获绝对比投入多很多 台湾其实当时并没有那样的风气 对企业来讲其实是少见 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 跟什么样的商品来做一些 能够做一个串联 曾经将我们像斯勒宾 大汉堡 整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商品 来做一个结合 让人家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一个企业 除了项目以外 运动员也是运动行销 可以操作的部分 像是宏基当年签下王建民后 在王的巅峰期 宏基笔记型电脑客群 平均年龄首度下降 多达三岁之多 而且业绩也成长四成多 成功的运动行销 除了能直接反应业绩外 向台湾球后增亚名效应 就更广泛了 以LPGA台湾锦标赛为例 开放全球排名前80名的 选手来台比赛 从随队人员 亲友 再到各国媒体记者 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 可以吸引超过签名 而且不重复的观光客 要是期间的 十一驻行乐乐每人十万 实际效益就高达一亿台币 更别算因为曝光 而带来的潜在商机 从运动休闲这个领域 台湾的市场是越来越大 那参与的人还算蛮少 运动行销在台湾将近30年 过去受限选手成绩 很难显现出效果 现在有了他们 陈伟英 王建民 曾雅妮 陈彦博 卢彦勋 庄志渊 心算起来的羽球好手 女单世界排名第九的戴姿颖 男单21名的周天成 再加上去年拿下世界杯冠军的 景美女子拔河队 运动行销的分量绝对会越来越重要 男单21名的周天越南 女子拔河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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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拔河队